前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命令要求 今年1月起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 投资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 国际指数公司MSCI周一指出 自1月27日收盘起 将从MSCI ACWI系列指数 以及非相关市值加权指数中 剔除5家中资企业的证券 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去年12月出货金额26.8亿美元 连续15个月超过20亿美元 去年总出货金额逼近30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欧洲主要电信业者 德国电信 欧人局等宣布 加速5G开放网络架构计划 驱动电信设备白牌商机 智邦 明太 汽七 钟磊 延华 广达 合硕等台厂 耕耘5G电信设备白牌领域多时 业者看好 今年5G白牌需求 渴望开始萌芽 路透引述印度媒体报道 印度电子核信息技术部 上周发布新通知 将去年6月宣布针对TikTok等59款 来自中国的App的禁令永久化 新唐人也还电视整理报道